今天工商时间呢,是麦当劳最近推出的早餐贝果堡系列共两种口味喔 是起司番茄嫩蛋贝果堡,还有培根番茄嫩蛋贝果堡 那我自己其实非常爱吃贝果,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早餐都超喜欢买贝果吃的 那为什么你那么喜欢贝果,因为里面有咚 对,就是比较好拿去 那我其实是很喜欢吃那个cream cheese跟smoked salmon 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天如果我吃到这样子的早餐 我就会觉得一整天很幸福 我跟你说,我之前去纽约出差的时候 我会特别去间店叫做Ross and Daughters 那边的bagel真的是宇宙史上最好吃 里面就是涂超厚一层cream cheese 放smoked salmon,放那个酸豆,做进去好放洋葱 然后自己还可以去买一些那个salmon roll,有没有 鲑鱼卵再放上去,那个超好吃的 好想吃,好像去美国喔 可是我跟你说,那个bagel真的超级无敌贵 一个差不多300到500吧,看你里面加什么料 天哪,只是一个 可是他们的salmon就自己smoked的啊 所以真的就是价格会比较高 好啦,我觉得之后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那里绕镜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吃 不过现在你家门口的麦当老就可以解馋吃到好吃的bagel 那这次推出的早餐 贝果堡里面有炒蛋,番茄,有培根还有起司,两种口味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加培根,我觉得比较香 我自己不喜欢吃自己同类 所以我这里面,我挑有起司的 起司融化就是才是精华,OK 好,那他们这一次的贝果呢,是用水浴法做的 什么是水浴法?加洗澡吗? 呃,类似,类似是用热水洗 就是他们那个面团做好之后呢 会先到热水里面煮一下,然后再去烤箱烤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Q 因为没弄好的话,吃起来就会像后制版一样 哦,不OK 不过我觉得吃麦当老早餐最棒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叫很多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薯饼啊,然后你想要增加口感 就可以把薯饼也放进去,就自制 早餐 Pancake也塞进去,syrup淋上去这样吗? 这个就too much 起司番茄嫩蛋贝果堡 起司还有淡淡的奶油香 一口咬下手做嫩蛋 而喜欢培根的咸香味 可以选择培根番茄嫩蛋贝果堡 培根的烟熏味让整颗贝果堡更有味 想吃明天早上就到麦当劳 会由麦当劳欢乐送,预约订餐 今天定,明天早上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贝果堡啰 气质空灵 再说我 跟那个乱注很好笑 好,我们就这样开始好了 OK 好,Welcome to the KK show,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邀请李律来我们的节目 耶,欢迎 大家好,我是李律 李律,我们最一开始认识你是因为Clubhouse 所以才听到你在上面讲故事,对不对 是 那时候蛇鞭有进去你的房间里面听故事吗? 没有,我跟敏迪啦 可是你跟敏迪有进去 对对对,你在上面讲那个天桥的魔术师 天桥下的魔术师 哦,sorry,天桥下的魔术师 不是天桥上吗? 天桥上 天桥上 哇哦,他们都在上面摆单 我们在位置搞不清楚 天桥下是火车,就会被撞死 那个天桥在哪里啊? 哦,那个天桥 我们现在讲最具体的位置 应该是在现在的西门圆环的上空 因为中华商场它是在整个中华路的正中间 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门广场是一无所有的嘛 它完完去空空的 西门广场是哪里? 西门圆环 我们现在从西门站走出来不会从六号出口出来 西门捷运站那边 对,西门捷运站六号出口一出来 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广场吗? 就是H&M前面那边 对对对,它会整个横跨一边是衡阳路 另外一边是成都路 哦,我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广场 所以以前只要在那里 就会有阿伯问你多少钱的那个广场 哦,对,那个是在现在 陈品116过去是麦当劳西门店 那个是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为止 它都是台湾的最大的性交易 长假或者是试探的场所 我一千、两千、三千、六千、九千都有被问过 对啊,以前在国中高中的时候 哇,你是会被问的哦 什么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跟到那个年代吗? 什么,有有 你应该很年轻吧 我,还可以 真的吗? 对啊 等一下,这是什么时候?你说80到90 80到90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原著交际这个词 大概最红的时候大概是在99年的前后 所以那个前后大家开始会用原交这个词 但是其实之前的少女性交易 那尤其是我尽量不要做族群的攻击 但是当时的客员大多数 比较集中在 是农民吗? 对,就是外省男性 年长外省男性 攻击他们OK,不用担心 不是攻击,这就是事实嘛 这是事实啊 但是也有其他人 因为我们很容易会污名化说 就不是所有的外省老兵都在原交 当然当然 可是那时候问我的大部分都是 客户的大中是 外省老兵没有错 对 哦 所以要先分清楚 可是你几年次,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1978年,67年次 你离那个年代也很远 你为什么会那么清楚 那边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要读书 我90年代的后期 我90年代 你才当我四岁耶 那我们差不多 因为我整个90年就是我的teenager 就我从12岁到22岁 他就涵盖我整个的90年代 从我国中高中到大学 我刚好盖完整个 90到2000 你那时候常常在西门丁那边走 没有,我那时候几乎很常去 我们那时候 我就作为一个船员学生 我们为了要去看影展 我才会去西门丁 然后再来就是我念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念成功嘛 然后我们补习接全部都在 沈赫泽那边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西门丁 就我很年轻的时候还觉得OK 哇好多东西 后来长大以后就觉得 哦天呐不行太吵我受不了 对其实国高中的时候 有时候下课 大家也会一起坐公车去西门丁 对对对对 因为再来往三重 往新庄 往泰山 往五谷的转车大宗 都在西门站 西门是往所有的 新北市方向 尤其是台北盆地西部的 都要在那里转车 所以西门丁也变成一个 非常大的学生的转车的聚集点 对哦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在Clubhouse上面 分享天朝上的魔术诗 哦因为是这样 因为还怕讲错 原由是我的博士论文在写的是中华路 当然不是只有写中华商场 因为中华商场只有存在在1961年到1992年 就31年 可是我的论文写的是100年 就是从1884年 就中华路一开始是个城墙 等一下 所以是历史系相关的博士论文 好像也不是 我的我的论文很难归类 有人说很像城乡所 有人说很像社会所 然后我自己是新闻所 我们是传播的 对啊那为什么会写100年的 因为我念新闻所 念一念 我就发现我其实不适合传播研究 然后所以我到后来的时候 我就真的我不想再写 因为我的 那我今天的问题 全部都是传播研究 那不用问啊 传播研究 我可以聊 他不是我的爱 但你没有爱 我跟你说一听就听得出来 对啊一听就觉得是历史 是你比较爱的 历史是我的爱 就像我们的舍边一样啊 舍边 去学什么财经 他就是对那没有爱啊 他就是喜欢历史啊 他喜欢历史 对啊 可是为什么你不念历史系呢 我怕肚子饿 这个跟我们今天等 也许有等一下会聊的问题 有很大的关系 肚子饿吗 不是 年轻人怎么做选择 真的是 哦好 这个我觉得蛮有趣 可以聊 不过回到天桥上的魔术师 就是为什么会开clubhouse在讲 哦 ok 因为我那时候的论文写完了中华路 那因为我大概有其中有一整章 就是在讲中华路 中华商场的整个概件的经过 然后因为我收集了非常大量的史料 就包含 因为中华路的前身本来是 呃外省的难民跟城乡移民的捧户区嘛 那我会去解释他的整个由来 然后呢也会包括我的论文里面 会有很详细的设计图啊 然后呢 我有非常大量的史料 所以在我的论文写完之后后来 呃我是2016年 我把我的论文上缴到国图去 过了一年大概2017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公式就开始发布了 他们的旗舰的戏剧计划 嗯 然后呢就宣布 呃无名义的天桥上的魔术师 这一本小说会成为公式的旗舰戏剧 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就是无名义的书迷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是一夜之间就把它看完 因为太好看了 我太喜欢了 因为我我博士论文是2012年开始写的 然后我现在想不想 我是不是到时候是因为看了无名义的书 所以我的论文才想要写中华商场 所以12年写到16年 对 我的那个文史调查就做了三年吧 博士论文正常写 写四年是正常的吗 呃 如果是人文类的话是正常的 哇好辛苦哦 对就是给孩子们 就给现在孩子们 不要念国内的国识班 真的不要孩子们不要 咬个牙带个款去国外念 真的不要在国内念 你念完你也找不到工作 说真的 这跟我的生涯有关系啦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聊 就流浪博士的主题有关系 没问题 所以为什么选在clubhouse上面啊 这几千人听又不会流党 不是很浪费吗 其实这很妙 因为我一开始的想法 就是因为我最近我正在闭关写书 就是我要把我的这一本 就是我的第二本 我的生涯第二本书 我就要写中华路的历史 然后而且中华路历史本来是 去年的时候出版社一开始邀请我写第一本书 我本来就要写这个 但是就是一直拖拖拖拖拖拖 就没有写 我以为你就把论文改改就可以出书啦 干嘛要闭关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不行 为什么 因为论文 论文改写 其实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想看的 论文大多数是用学术名词 跟学术体力 对 信不信 我们现在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都有博硕士学历 我们现在大家把那个论文都摆出来 比如说你在 你在那个马路上面摆一个月 都不会有人翻 拿起来翻 因为大家都不想看 嗯 就你只要说它是论文的 大家就不会想看 我必须要重新 全部重新写 我要用写给现在的一般的读者 有点像是通事的口吻 而且必须要用说故事的口吻 但是为什么你觉得写书 变成说大家会想看 我发现 是 我们发现现在超多人不喜欢看书 不喜欢看书 对啊 可是 你要不要用念的 你声音这么好听 你用念的就好啦 所以我才用clubhouse啊 可是就消失啦 没了 没有存档 所以大家不要激动 第一天是真的是没有存档 第一天的时候我再讲一讲 唐启阳老师就进来了 然后呢 他进来之后带了非常大的流量 好像2000多的流量吧 所以第二天唐启阳老师他就建议我说 你应该把你的声音档留下来 所以第二天的时候 唐启阳老师他有请他的工作人员 把我的声音档留下来 然后第三天跟第四天 我都有开FB直播 所以FB直播有把我原原本本就是 每天六小时的话全部都录下来 所以并不是没有记录 所以你那时候一天 我四天每天都开六小时 对但是我 我一开始只有想到我在那一天 我一天我就把他讲完 我那时候预期大概就是 应该只会有15个人 15个人听我讲之类的 那你也开心 15个人你也要讲 我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只是想要把逻辑顺过一次 我想要说如果我先用说故事的方法 把它说一次 说完之后我就会顺了逻辑 顺了逻辑我应该就会开始写了 我就可以开始 那你开始写了吗 进度不正理想 都是这样子 你问唐奇啊你就知道了 其实就是thinking out loud的一种概念 对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这么会讲故事 你是有在广播做主持人 对我现在在央广当主持人 因为我念政大传院嘛 传播学院的学校都会有自己的电台 对我知道政大有嘛 对政大有我们叫政大之声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政大之声当广播 然后我后来有一阵子有去参加过那个DJ征选 就在我硕士班一阵子蛮无聊的时候 那时候中广音乐网在转型 所以他们那时候变成外包制 然后有一阵子叫做web radio 那时候在web radio就是征选上DJ 我好奇那时候他们征选DJ 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看什么 比如说你要很有音乐涵养 还是说你要很会讲故事 还是声音只要好听就好 你记得吗 都需要吧 你那时候展现出来的是什么光环振折住他们 好笑吧 好笑因为就是那种就是 其实我那时候征选的时候我就只是 做那种我们平常大专团康 一定会有的那一种声音表演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电视文化非常昌盛的时代 就还两千年千几年前后 所以那时候我们会模仿很多各种不同的转台频道 你会出现的声音 就比如说USBN体育频道 就像这种东西就大家会不停的转换 然后呢 比如说HBO会有HBO的口吻 然后或者是乡土剧会有乡土剧的口吻 那你可以一个人去表演 你可以转很多台的频道 对然后呢就大家就觉得这个人蛮有趣的 所以就是声音演出 声音演出 对 在念船院在念硕士的时候都在练这些 没有没有那不用练 那不就是这个要练 对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法 我们那时候只要广告营 就是大家只要在办那种搞笑营的时候 这是那种每天大家在 大家在戏办里面就是喇垃圾化 没有我觉得你们要看看外面世界 这真的是你们才会 好吧 可能是船院 也许是船院的关系啦 对对对 这种事真的 真的不需要练 我大学里面累积比较多的 应该是音乐的相关知识 就我大学的时候 我广泛的听各种各样音乐 那时候我是从爵士乐开始听 然后我又往前听到蓝调 然后呢往后听到整个爵士乐的戏谱 然后后来摇滚乐的诞生 然后后来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 所有的信仰音乐变成非常非常的巨大 我的国语流行音乐的学分 反而是我到了生涯的三三十岁 二三十岁我才开始听的 我少年时期其实都在听的是 20世纪的西方流行音乐 觉得李律的用词非常有趣 怎么说 听英文歌就英文歌 他说20世纪的西方音乐 流行音乐 你不觉得用词很特别吗 像我用词就不会这样子啊 可能是很细 很细的分别 所以你从小有广播梦吗 因为感觉就是完全就是为了当广播人的养成耶 没有耶 因为广播我那时候都是设定做兴趣 只是喜欢 但是广播 广播梦好像有点巨大耶 就是我喜欢这件事情 但是它不是梦 因为我做得到 所以它不是梦 这句话不错 那你在央广做什么样的节目 我现在做的是 Focus在台湾的国语流行音乐的节目 做音乐节目 对我做音乐节目 而且我做的完完全全就是 我是非常本格派的 我是从 什么叫本格派是什么 就是说 我在自己世界里 可以这样说 我完完全全是按照着历史的戏谱在讲 因为这也是我跟 包括我跟马世芳 我跟一些音乐界的前辈 我们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十年间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能够把台湾的流行音乐的历史系谱 真正的成立成一个严肃的学问 比如说我们还是一样 又回到20世纪的西方主流流行音乐 在美国从战后开始 已经有非常多的学术论述 在讨论这种东西 因为流行音乐从来不是流行音乐 它跟整个社会的脉动 族群的冲突 整个主流社会的影响 永远是非常大的 像举一个例来说 校园民歌运动 它永远就不会只是大学生去弹吉他那么简单 我们不会只是听听歌 哇大书包啊 然后呢小茉莉啊 哇好和平 不是的 永远不是那样 它只是一个表象 作为一个文化展演的层次 可是它的背后是有非常深的历史脉络 这才是做文化研究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你说切入点也好 就是我们在做流行文化的时候 永远看的不会是表层的东西 它看的是非常深层的土壤 这才是文化很大的意义 那我岔个题 我好奇 那在做文化研究 你觉得你们最重要的是 想要把这些很清楚的研究 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呈现 还是你们想要讲给大众听 又觉得这两个都要 非常冲突耶 是但是这两件事都要 要怎么并存 所以要说故事啊 要说故事 你不说故事大家不想听 但是呢 你一边说故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边把很多很深的东西埋进去 所以你就是在央广的节目上面讲这些故事吗 对 央广只是其中一个 我 我现在还有在接另外一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然后呢 他们在年底的时候会有一档展览 然后呢 我们这次的 算是第一档 以台湾的流行音乐人 音乐人为主的展览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陈志远老师 我现在讲完陈志远老师 你讲我觉得我们两个的 我想是打棒球的那个 就是黄金三件 个不好意思 假球 假球的那个 打假球 我觉得可能没有 但好像是不是有招待 好 但你看完全不同领域 好 你看 因为像 这个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陈志远老师 他对我们的影响如此的深远 可是 我刚刚讲完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是大家是面无表情的 对 好 那我 我现在随便说一下 有听过《改恩的心》吗 哦有 欧阳辉辉的《改恩的心》 有听过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吗 没有 张雨昕 没有 张雨昕 张雨昕我们听过 张雨昕的《想念我》 有听过吗 有 天天想你 哦 有 有 舒芮的《一样的月光》 哦有 有 因为后来余晨静有唱 哦 是哦 她有唱过 对 我在KTV的时候 我都不敢讲了 因为我对中文歌的知识 非常的 你对于20世纪 西方流行歌曲比较熟 也没有 好 我们就是一群音乐匮乏的人 一起聊 对对对 我正在吸收知识中 她简单的说是 全台湾 有史以来创作最多的编曲 的编曲人 她创作过的编曲作品 总共有一千多首 去年的金曲奖的最佳贡献奖 就是黄瑞峰老师嘛 黄瑞峰老师 她是所谓的四人帮 我们那时候讲 在台湾的国语流行音乐 我们四人帮马上要共产党 我想到的是共产党 当然不是 不是共产党 的四人帮是 80年代有一个传说 简单说是这样子 那时候 80年代 因为大家的发片量 非常的巨大 然后呢 而且所有的人 都要找陈志远 因为陈志远太厉害了 所有的曲风 你要做雷鬼 然后呢 你要做rap 你要做电子 全部都要可以找他 他太强了 哇 所以呢 当时的方法是这样子 一张专辑有12首歌 陈志远他看过以后呢 他稍微在心中想一下 然后呢 他只会用一张A4纸 写简朴 然后呢 写完简朴 全部所有的乐器编制 只会写在一张A4纸上之后 马上会交给 在录音室 standby的四人帮 这四人帮 你们现在一定都不会听过 除了古王 黄瑞峰之外 贝斯手是阿娇叫郭忠少 然后呢 键盘手叫陈玉莉 然后呢 吉他手叫MASA 游正宴 一天会把12张12首歌录完 这超屌的耶 对 但是为什么要一天录完 因为后面排的那个单已经排到三个月后了 就不管你今天你是杨林 不管你是于成青 不管你是谁 就是大家都得要找陈志源老师编曲 这个是我们曾经有那样子的年代 可是坦白说 现在年轻人是不知道的 没有 可是后来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强大的文化输出的能力 虽然是用音乐的方式 后来为什么就断掉了 瞬间没有 或者是为什么那时候做出来的音乐 可以这么的强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K-POP的关系 因为我国小就开始在听少女时代了 所以就比较少听台湾 K-POP取代了台湾的 就流行歌曲 我国小的MP3都是少女时代 或是Super Junior的歌 那我只好奇就是 那台湾的歌曲 有没有办法像K-POP那样子 不行 走入全世界 为什么 不行 Are you serious? 我是认真的在问啊 2002年 2002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 2002年的时候 当时的总统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卢泰宇 或者就是金大中 这两个总统呢 帮大家补习一下 1997年 你是不是还没出生 还没 我99年的 我的老天爷 好 OK 那你大概跟我现在交的大学生 年纪差不多 他就是大学生 他就是大学生 大四 OK 我生得出你 我懂 你妈都小我一生 OK 他还在震惊耶 都经过十分钟了 1997年的时候发生了金融海啸 那那次金融海啸从马来西亚开始霸凌事件 然后呢开始一直进到 那个时候呢 韩国重创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是第一次 2002年发生第二次的金融海啸 韩国再度受到重创 韩国所有的大企业在那次无一幸免 那个时候的卢泰宇总统 他那时候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立国政策 如果我用白话文讲 简单的说就是 从今天开始我们国家所有的资源 要拿来请住在文化的产业上面 我们怎么没看到这件事 好厉害 现在是2021年 我们国家有哪一天有说过这句 是卢武炫 是卢武炫 谢谢 不是卢泰宇 因为卢泰宇被后来是贪污 他是1993年的 谢谢谢谢 是卢武炫 你说南韩的总统啊 对对对对 没选 没关系没关系 我刚已经整个混乱 对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还是一样2002年宣布文化立国 2009年我们已经看到小朋友在听 就是2009年那一次很有名 因为 Girls Generation 那个少女时代 他们那时候来台湾三天 三场演唱会 捞了一亿回去 一场三千万 一场三千万的票房 他们就来三天捞一亿 太厉害 划不划算 划算 各位总统吴苑院长 对啊划不划算 你就是只从2002年开始做文化立国 2009年来开个演唱会就捞一亿回去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在做 所以你觉得是政府的力量的差别而已吗 绝对是 绝对是 所以就是大家看的重点不一样 大家还在想可能金元代工的时候 我们还在靠金元代工 我们还在靠高污染产业 到现在还是 我们还在靠高缺水产业 我们到现在还在做这件事情 都还没有想到文化输出这件事情 有啦有想到 因为我想李律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想听他的看法 坦白说 今天就算是我们在天草上的魔术师 然后呢 雅雅哲放进了同志的议题 放进了跨性别议题 放进了白色恐怖议题 你看还是有多少人在骂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真的是个文化沙漠 我们 什么意思 我们一直都处在这种yes or no的状态 台湾总是很有希望 但台湾总是没有希望 你是说因为被骂吗 还是国主任 还是一样有一大堆人是不能接受的 哦是不能接受 他们不能接受 那些人可以忽略吗 不能接受台湾的议题 还是他们讨论的议题 还是不能接受什么 我 争议魔人太多吗 这个叫做罪恶魔人吧 就是到现在还不愿意谈白色恐怖 到现在还不愿意谈转型正义 那些人可以忽略吧 可是那些人的票房那么少 对啊 但是坦白说 他们都老了 我这样说好了啦 就2018年的例子都还在 同婚拿来公投的结果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那个没关系 我觉得大家不要无限放大那件事情 因为那个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因为一些议题的炒作 我觉得这个没关系 世代隔阂 我的意思 为什么一直看那些批评的人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时代背景 他们不能接受 fine 没关系 可是我们要看是 应该要接受这些年轻人 怎么样往前走吗 因为文化产业有很大的 还是一样 他必须要取一个大多数 他有商业经营嘛 他不能总是在做慈善事业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商业的基底 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玩的一点 韩国没有文化转型问题吗 他们没有转型正义 有啊 他们绝对都有 他们跟我们一模一样 对啊 他们等于是走了一条 比较tricky的路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电影里面 还是有拍过 我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光州事件 是光州事件 没有错 那是个非常大的事件 而且那个 你爱的迫降都在讲北韩 呃对 但北韩的议题又更复杂 对 可是他们就不怕 他们也是会做啊 82年生的金智英 就被骂得很惨啦 也是 对 因为他也在挑战很多 旧游的那一些 妥女 之类的 对对对对 他们跟我们的包袱 应该是一样重的 对啊 我觉得他们也有 他们的包袱 所以我就好奇说 应该这样讲 就是国家要怎么做 或是我们未来 我们希望可以让台湾的文化 再次输出啦 用正面一点的来看的话 嗯哼 有没有机会 人才培育非常的重要 还是说我们的人才 很多都要中国去做了 呃 这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 包括我们现在最年轻的时代 他们都还在接受 喂养的是 中国大陆的东西 坦白说是这样 还在玩抖音 然后或者是 他们在看 他们在看 简单说录纵嘛 录剧啊 那是他们做得好啊 对不对 是 因为 但是你也可以说 他的市场基数够大 然后呢 他的投资的 金额够多 金额够多 然后资本额够大 他们就可以做出那样子的东西 可是台湾一直不会是没有机会的 台湾一直都有足够的机会 只是有很多时候是 我们有很多很困难的前提 比如说包括国片 国片 我们一直都还在一个贫穷线挣扎 然后或者是台湾剧 台剧好了 就是台剧也是一样 你看你到现在 在好不容易到了去年到今年 我们开始有一些些好的成绩出来了 那包括那个 通灵少女 对通灵少女是个很好的case 然后那个俗女养成绩 然后呢去年开始有 我们与二的距离 对我们与二的距离 然后还有之前有麻醉风暴 对就是那一些 我们现在才慢慢的在爬起来 可是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的有限的想象 都还是那一种 就是霸道总裁的那种系列 现在都还是啊 就是我到现在有时候有偶尔 你说像三立的那种剧 什么天之交民众 可是他很爱看欸 还有命中注定我爱你 诶那个我也很爱看欸 命中算是这整个系列里面最好的 这整个剧的非常的好 可是人家也跑到中国去倒戏了 对 就是我常常都会讲一句话 台湾从来就不小 台湾有两千 两千三百万人 这个人口数在全世界当中 我们大概是在中间段 加拿大跟澳洲 跟我们的人口都差不多 然后呢 可是加拿大跟澳洲 他们的GDP 还有他们的发展指数 台湾始终都在19到21名之间 全世界19到21名之间徘徊 我们有两千三百万人 可是我们的资源 你看我们哪来的天然气 我们哪来的矿产 我们从来就没有像 加拿大跟澳洲那样的矿产 可是呢 他们光是靠着这些地大物博的祖产 他们就可以 他们的GDP始终大概在十几名 15到18名之间徘徊 我们在一个穷得要死的小岛上面 我们跟他们一样多的人 我们也可以撑到我们的GDP 始终在19到21名徘徊 可是有人会说 我们之所以可以撑到这边 是因为靠着我们的金元代工啊 还有IC设计 对 是我不能否认 我不能否认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韩国一样 就是说你们已经做到一定程度了 不要再依赖政府的 每天政府在那边帮你们找裁员 政府在那边帮你们处理污染的问题 政府在帮你们处理各种各样的 狗屁老灶的问题 然后你们继续再用台湾的资源 用台湾的水 然后呢 放出去之后呢 就说这是我们台湾的命脉 那命脉如果你真的觉得OK 你就放给他 让他自己去跑好吗 用政府的力量来真正扶植 我们需要的污染产业好不好 我觉得当然文化不是我们的专业啦 但是因为文化产业这个东西 第一我觉得台湾还没找到 属于自己的文化 大家还在找寻当中 没错 什么是台湾文化 所以就是回到你刚刚说那个 为什么天桥下的魔术师 包含了这么 天桥上 要被回家拢掉啊 因为下是幽灵了 是不是 天桥上 还是魔术师 好 天桥上的魔术师 你干嘛 你怕你讲错对不对 上 天桥上的魔术师 它包含了这么多议题 还是大家找不到一个共通语言 可以来认同这部剧 就我们的文化还找不到 我们的国家跟民族认同 还在寻找 所以拉回来应该是 就国族认同啊 对啊 这我们历史工业啦 我们一起承担啊 不然怎么办 一起努力啊 这台湾 对对 台湾的包袱就这么多 又怎么办 对的确 台湾的包袱就这么多 而且我一直都说是yes and no 就是我们不是没机会 我们一直都有机会 只是大家愿不愿意改变想法 这个也是跟我之前曾经说过 就我们一直都选择是 不流血政变的路线 那我们选择这条路 它就会有相对应的代价 就是你不能流血 你就要用一个自然淘汰的方式 去将旧世代的事物 慢慢的淘汰掉 可以淘汰的速度比较慢这样子 对我在讲的是说包括 然后又有健保 所以又更慢了 观念的改变 对对对对 我不是在说自然死亡 我不是在说这件事情 我不是 我并不是在用那种很情绪话说 等他们死光 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说的是 大家的改变是很缓慢的 尤其是年龄乐长的族群 你要他改变观念会更缓慢 是啊 你要他接受同婚 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你要他接受我们的国旗 国号的改变 那也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改变 我觉得没关系 那我们就也想办法跟他们对话 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就是对话 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对话 坦白说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好我们回来了 那其实我们刚有讲到李律 在杨广当主持人 但央广就是中央广播电台 是赵绍康的那一个的吗 不是不是那是中广 中广从头到尾都是国民党独资的 有点难解释 以前是党国不分的时代 然后呢所以说 像举个例来说 以前的三台有没有 台市是省政府的 中市是国民党的 然后呢华市是军方的 听起来都一样啊 对因为以前 这都是国民党啊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国国就是党的时代的时候 都是党库通国库嘛 可是三者的组成成分还是不同的 比如说 大家如果记得 台市 你们应该都没有经过三台的时代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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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认为 讲台语这件事情 在三台中哪一个台 有可能会比较出现 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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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叫台市嘛 它的整个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省政府 然后呢再来 省政府到底是什么 台湾省啊 台湾省啊 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为年轻的小朋友解释一下 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呢 下辖总共有37个省 就包含像东北地方有嫩江省 现在还是就对 我们的宪法 我们宪法上面 现在还是这样规定的 从乌苏里江一直到冲林 都是我们广阔的疆域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省 那虽然我们的政府 在民国38年的时候 不小心打了败仗 拨迁来台 可是呢 我们仍然是胸怀 就是逃来了 对 我们仍然是胸怀37省的哦 所以呢 在我们的国家现况里面 我们的国家仍然统侠37省 只是目前的现况 收不到他们的税金而已 不好意思 暂时只会有一个省而已 对 我们还有连江县 连江县是福建省 仍然是有我们有效统侠的 连江县跟金门县这两个县的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还是会要 需要一个台湾省政府的存在 因为呢 还有其他 比如说连江县 他们就会是福建省政府去管辖的 所以呢 台湾省政府一直到 1998年费省为止 它都是一个 有效执行的地方单位 今天我们有国家预算 那国家预算分下来之后 分到地方单位 在1966年 也就是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之前 我们的平均预算是分给37个省的哦 那只是其中台湾省为大众 我们还是有分给嫩江省的预算 那嫩江省预算拿来做什么 养国民大会代表 干 好爽哦 因为国民大会代表是各个省的那个 因为我们要选总统是透过国民大会来选 这超褪色的耶 国民大会是有37个省 然后呢 每个省依照我们的中国人口的多 比如说江苏省人口众多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江苏省国民代表 因为像嫩江省就真的是一个小不拉几的省 对 我们科普一下 嫩江省 这个我们大家中国民国自爽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因为老蒋从918事变 然后一直到整个苏联 就是苏联红军接收日本的东北战领省为止 老蒋从来没有有效控制过东北 所以呢 那天我们在讲东北九省 为什么会有东北九省 是因为那时候马战山将军的势力非常的大 然后呢 他想要去架空他的权利 所以本来我们都讲东三省东三省 老蒋硬是把它分成东北九省 所以我们还有什么 新安省 河江省 就是那些搞笑历史名词 好那个我们先略过 对就我想说 没有get到这个笑点完蛋了 没错 但是那时候以前在眷村会做那个户口调查的时候呢 他们是还要看地图去指认说 哦我家 原来我家是嫩江省 哦原来我家是河江省 他们以前是不知道的 对因为他们就只有东三省嘛 要么就是吉林 要么就黑龙江 谁晓得 反正这个是笑话啦 总而言之呢 我们就是由37省的代表 一票一票选出我们的国民大会 然后选出我们的总统的 所以当然会有一个省政府 省政府是一个实际统侠台湾的一切的事务的 然后呢 后来在1960年代的时候 台北市成立为直辖市 然后呢 在1980年代的时候 高雄市也成立为直辖市 所以我们的地方预算就变成是一省二市 嗯 对 然后呢 解研后我们开始有比较实际的去检讨这一个措施 有没有 所以呢 后来呢就开始有主张废审 就是说因为我们实际统侠的 就 你再多一个省政府真的是没有意义嘛 当年台湾的第一个电视公司是由省政府主要出来筹划的 那因为呢 省政府本身他本来旗下就会有媒体事业 比如说台湾新声报 台湾新声报就是从日本时代的台湾新报 那个时期就开始流传下来的 所以说台湾新声报一直都是省政府的财产 它也是个媒体 所以由省政府来做媒体这件事OK 所以这个是台市的由来 而且呢当时台市的资金有非常多是来自日本的企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市的董事会会是三家电视台里面 讲台语的人最多 本省级的人最多的电视台 中市是一个百分之百由国民党出资的 所以它绝对是一个外省霸权 那华市因为是军方 他当时最早是做教育频道所使用的 军方嘛一样都是外省人霸权 所以你在中市跟华市 你基本上你不太可能会看到讲台语的节目 后来是到了因为杨丽花歌仔戏之后 然后以及包括了那个黄俊雄布袋戏之后 卖太好了 它的收视率太好了 中市跟华市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才慢慢的引进了台语的连续剧 台语的歌仔戏 台语的布袋戏 那尤其是在80年代 也就是宋楚瑜在当恶名昭彰的新闻局长的时代 当时是连布袋戏都要讲国语的 我小时候是看过布袋戏讲国语的 那不会很怪吗 我不记得耶 我完全不记得耶 总而言之 台语政策 三台的台语政策 一直到90年代才解禁的 在那之前 电视会不会出现讲台语的人 会有什么人 搞笑的人 丑角 然后就是来当 就是来被人家笑的 或是坏人 坏人 就是来被糟蹋的 就会是讲台语的 那其他人 帅的美的一定要讲国语 这个是在80年代的当时的媒体政策 好我们回来讲大外宣 就是当时除了有三台 三大电视台 然后呢 有广播电台之外 当然就会有所谓的中央广播电台 中央广播电台它的角色是对台湾以外 尤其是大陆地区的宣传 所以中央广播电台是台湾唯一一个 在台湾是没有调频调幅的频道 什么意思 是AM是不是 AM跟FM 就是都有这样子 都没有 都没有 对就是一般 一般比如说你是 我们听不到中央广播电台 我们听不到 在台湾你开收音机 所以你做一个台湾人听不到的节目 我做了一个是台湾 但你可以线上收听 对但是但是 好浪费钱耶 没有不浪费 他就是对大陆广播啊 他就是在对大陆广播 那为什么你们没有被中国那边的什么什么总局 CAN掉 不是啊 他不用CAN啊 因为他是讯号打过去啊 讯号打过去 就是打到哪里 打到大陆啊 打到福建啊 那福建那边的话 泉州那边听说收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收到很多泉州厦门那边的 的朋友们的来信 feedback 因为他们都很喜欢我们的节目 那会转 在那边是要用FM还是AM听 都有 我们都有 都可以 都可以 可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听得到 我们这边用讯号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的就是往那一打 我们没有 就是somehow你们有办法 就是直往那边 一样我们我们的FM 不会有散出去的讯号 台湾可以接到 自古以来 广电法自古以来 我们的FM频段跟AM频段 哪个频道要做什么 都是有广电法规定的 所以在广电法的规定里面 我们从来就没有给央广频段 这件事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你要注册有案 你要登记的 我们才会发牌照给你 跟之前的那个中天牌照事件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政府也要发牌照 因为电波是稀有的 那电波稀有性 就是必须要由政府来做控管 所以政府可以有权 讲理说你这个频段 我只发给你一家频道 那所以央广一开始的定位 就从来不是在台湾发报的 那塔台是发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打到 在连江县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不知道 对啊理论上 对啊 如果那边说到台湾说不到 应该是发连江县之类的 当然是在政党轮替后 都是是以台湾为主的主题 比如说聊台湾的流行音乐 聊台湾的风土民情 聊台湾的各个乡镇的故事 央广的大特征就是什么语言都有 我们还有德语组啊 法语组啊 英语组啊 就是对全世界的广播 有点NHK的概念 就是大外宣啊 NHK啊 他真的是 他就是大外宣啊 对 他有点 他有点类似NHK的角色 只是我们比NHK小 小太多了 对对对 NHK也有不同的语言嘛 NHK也有不同的语言 没有错没有错 他就是国家公广集团的一部分 但是 那感觉就是应该要在地化啦 因为这个形式就听起来 就非常浪费钱 不合时宜啦 好 这个是个好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花钱 养这个 养这个大外宣的 我们觉得大外宣很重要 可是这个大外宣是 几十年前就开始的大外宣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 戒然时代就开始了 戒然时代就开始到现在 对 那应该体制内有很多问题吧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 央广 他本来的体质是完全隶属于军方之下的 那后来 后来他开始成为一个 感觉就很好A钱 一个独立法 你讲到 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以前其实是一个 神秘地带是 谁都不能对他出手 也不能去看他的财物 对啊 因为大家也听不到 所以他真的假设没有真的在做节目 也没人知道 因为台湾听不到 但是坦白说 你说就是安静房这样互相交换 互相追踪ID 跟Clubhouse的安静房一样 对啊 这里面整天放国歌也没人知道啊 对啊 这样也可以A捏 好棒喔 但理论上因为他是早年是军方的单位嘛 早年他一定有在运作 因为早年大家还很认真的在想要反攻大陆 所以早年是 对太早以前了吧 是是是 当然但是你可以说 我们党都开始舔贡了 对 多久以前了 哇你们真的很敢讲耶 哇 这个还好吧 这还好 这我们只是说实话了 OKOK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什么你现在才发现 我们已经录了50分钟了 太晚了 反正总而言之 因为他早年是军方单位 他是不透明的 所以谁的手都伸不进去 当然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民意机关去监督他 所以呢 早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是在2000年 就是政党第一次轮替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发生了 当时的总台长是朱婉青嘛 然后贪污 然后那个整个叭响叭的很大 然后他叛逃大陆的世界 什么 他污了台湾军政府的钱 然后跑到中国政府去 而且是阳广 说他专门做大外宣的人A了钱 是 然后跑去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算是很大的新闻 对 什么 那他现在在干嘛 他还在中国吗 他已经被捕了 他怎么回来的 捕去哪 他就返台 他回来干嘛 抓得好 可是钱应该追不回来了吧 他就花光了吧 他就花光了吧 一定追不回来 他去那边那么久 钱应该花光了 应该花光 1000多 他是去年的时候返回台湾 去年 他回来干嘛 那已经过追溯时效啦 对 已经过追溯时效 所以他完全没事 他回来宴请朋友 我们想办法邀请他来 好啊 我觉得我要再找一下 好你找一下不要怕 因为他这个人有点 没关系 他这个人就有点那个 他那个争议非常非常的大 对就是在在那个事件 当时2000年的事件爆发的时候 那你们央广有这么多的预算 还一个人就可以 1500万 你们应该设备都超高级吧 像我们的 我们的录音箭这样 就央广的设备好不好 我们 我喜欢 我们这边留着哦 我这样说好了 你们 你们的 你们的设备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先进豪华的设备 我们那边真的是非常的苦撑 就是因为军方 用军方预算 早就已经不是军方了 就在那件事情发展之后 后来央广他变成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单位 然后呢 所以现在其实坦白说 当然他好像还是要靠国家预算的义注 可是绝对不可能会是一个好的状态 我有个问题哦 央广他如果只打海外的话 就代表说台湾人听不到嘛 对 那台湾人听不到的话 那他就没有办法卖给台湾的广告商嘛 对没有没有 所以他钱到底 央广从来到来都不接广告 所以前头到尾都是国家在养 都是国家的 就连现在是法人都还是要全部百分之百要靠 都是要靠国家的义注 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买一个时段播我们的内容吗 可以谈 不用买可以谈 可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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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 而且他打中国的话 他会不会不受NCC法规限制 但是 好我们认真的了解 但是 刚好我在做小弟在央广做节目 所以要给两位一些 就第一个用词上面必须注意 像什么 像是 没有NCC 比如说 还是先要舔民进党 对像是骂共产党 可能会被建议不要太直接 哦为什么 那个是大外宣的 因为不要伤了对岸人民的感情 所以要爱他们 就是要尽可能以同理心的方式 哦没问题 这个我们很有 不要说我国 我们有 不要说一边一国 那要说什么 我们会说大陆的朋友们 然后 可以说灾包们吗 我自己 不可以 不可以 你要先 那可以说 博取他们的认同 中国的朋友不行 不行 要说 你可以说中国大陆 为什么 中国大陆 那你跟我们讲个标准 现在那个大外宣 到底在干嘛 他是要联系两岸人民的情感 但没有要宣传中华民国有多好 也不会说反攻大陆 也不会说一边一国 不要 尽可能不要刺激对方 但是呢 那到底在干嘛 希望培养大陆的朋友 对岸的朋友们 喜欢我们 对台湾的认同 那就要骂共产党啊 不行啦 不行 但净克会伤害到他们的情感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那央广这个法人 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样子 呃 呃 我这样说好了 会投给韩国瑜还是蔡英文 你说这个法人 如果可以投票 这我不知道 因为我蛮好奇的 每个员工 会有每个员工自己的想法 我的意思是 法人上面的 上面的意思偏哪一边 他有董事会 然后呢 还有总台长 那 呃 马政府时代的时候的总台长 是呃 我们的传播界的前辈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的角色是深 他的立场是深蓝的 所以呢 坦白说 呃 总台长是谁 有很大的程度 会受到执政党的影响 可是呢 蔡政府时代 现在的总台长是张震老师 张震老师 你知道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 政党色彩的人 你们大家应该可能对他不熟 他有名就是他在 世新的时候 他办过立报 和办过四方报 他之所以会办四方报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台湾有非常多的新移民跟移工 那我知道四方报 你知道四方报 对 四方报FB做很大 是他们做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他们他们办了越南渔版 太渔版 印尼渔版 菲律宾渔版 就是张震老师是一个非常着重的在跟东南亚的移民也好 或者是东南亚的新住民朋友们 想办法为他们争取人权 然后想办法为他们争取各种各样的权利 尤其是他们很常在资助逃跑移工 因为逃跑移工的问题很严重 他们想办法去去帮助他们 而且他们我记得四方报也常常开设讲座跟教室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想办法去拉近新住民跟新移民 他们跟台湾人的关联 所以这一次蔡政府用张震老师来当总台长的原因就是希望不要再把央广沦为又是一个政治打手 他希望能够是真正能够让央广的业务拓展到不管是对大陆人民拓展或者是对东南亚对新南向拓展 我好希望 这是应该配合新南向政策吧 也可以说是配合新南向政策 我好希望我们可以在央广就是插个广告 插个广告也爽 我觉得你们可以投企划案去谈 他们很欢迎他们真的很欢迎他们他们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宣传的目的 他们就真的只是希望让大家 我们有啊 你们可以厉害的偷如果真的很厉害可以偷渡 但是他们也会有听审要先跟大家就是广播电台都会有听审的 对这个是跟Podcast不一样的要有听审当然当然 那我我蛮好奇你们抓得到那个听众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因为你很深那边你们不肯放在那边 我们不可能知道确切数据像我自己的节目都会有固定会有大陆的听友 他们会email给我或者是他们还会寄贺年卡跟明信片给我 就真的是很喜欢我们节目是很很忠实的在听的 然后我的节目网上还有马来西亚的网友来听 因为我现在我们央广所有节目都是可以线上收听 所以所有的坦白说啦就是只要你有网路 你在哪里都能够听得到 那是Podcast的形式吗 就是已经过去结束的节目就是 都可以每集都可以听 那你们有上Podcast平台吗 我们有但我们的技术很落后 所以我们现在你上Podcast找不到 你都要用复制URL的方式才能够复制 什么意思听不懂 理论上不应该这样子 这跟技术应该没有关系 应该就是没有上对平台 或者是是不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是军方的 就是因为他就不让台湾看到 到底不是 没有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国防上的考量 没有纯粹是因为坦白说啦 就是我们的人员的年龄是偏年长的 OK 所以就算技术部门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我们在技术上面 其实真的是确实是落后的 所以包括硬体的设备也是 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很穷 就现在真的非常的穷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苦哈哈的 我刚刚就看到你们的节目的 那个硬体设备我就吓死了 你们真的很需要让我们去买广告 真的拜托你们让我们去买一个广告 但是不能买广告 他不接受广告 坦白说 他就只 我们只能说服他们 用爱说服他们 没有 我说麦克风 我捐给你 哈哈哈哈 我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 然后我们来交换一下 说偶尔 在讲那个中国人民或中国同胞的时候 帮我讲一下 中共 哈哈哈哈 换一个字就好了 一个礼拜换一次就好了 我来联络一下他们主秘跟节目部看看 看看你们 我是可以来 来介绍 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他们的员工 当然 也只是一个契约 不勉强 契约主持人 我了解 可是就好酷哦 那他 央广到在台北吗 对啊 在台北啊 总共在大直啊 在大直 在大直 对 What 我以为央广会靠近海边一点 哦没有没有 就是想说塔台 要是附近 塔台就放在云林 我想说 云林有分台 我想说要离那边近一点嘛 然后怎样 船速比较快 就是线不用拉那么远 或什么的 还有他们就真的是对海峡那一面 的发射 发射巡航 我都不知道台湾到现在 还在干这件事情 对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是还有 一直都还有 对对对 就是我们想干的事情 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50年前就在 就开始在干了 我们真的是走在 时代的后面 对 What the fuck 我们在追寻中华民国政府 不要这样想 你们的支持人数很多 你们是有影响力的 没有没有我们真的是希望 我们能做到一样的事情 就是 就是对中国 我们很希望讯号直接打过去 对 网路可以做得到啊 还要翻墙 还要翻墙啊 对啊 你们这个不用翻墙啊 那如果你们真的财力很雄厚 我们就自己去买个塔台啊 我们有想过这件事 我们有想过这件事情 但可能不够雄厚 关系不够好 老实说 我们原本以为 啊 广播电台现在应该很好买 没有 超难买 超贵 超贵 我们根本买不起 而且好像要标的话 那其实里面都好像 关系要很好 没定啊 其实有漏洞可以钻啦 哦 就是买人家已经好的嘛 不是不是 你们只要当中有人是弱势分分 比如说原住民身份 客家人可以吗 也可以 你们设法去 你们就去申请 我们不是存重的 我们有保留给客家 各家的频道 跟保留给原住民的频道 那会讲客家话吧 你们听审的时候 做那个漂亮的东西出来就好 可以 还是我们可以 还是我们可以 问阿报能不能帮忙 之类的 阿报当我们的台长 他是原住民广播电台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固定频段 他就是保留给弱势族群的 只要你们能够符合 比如说你们经营人 负责人 然后你们节目企划开出来 哦 都是给原住民的 你们就可以去申请 对 那你申请的几率会高一点 对对对 试试看 就是台长是阿报 然后经营人是阿拉斯 对对对 就是 好我们来问问他们有没有兴趣 是 就是这是一个可以钻的漏洞 不过那真的 比我们想象的贵非常多啦 所以我想 直接跟央广谈 应该是最快的 对直接就要买 用麦克风就有机会 看他们塞一些 麦克风我们买得起啦 这个频道我们买不起 他们是真的很欢迎 台湾各界的人们来投企划 因为不然我觉得 现在这样的存在 对我来说有点荒谬 就是改革的这么慢 有点荒谬 对对啊 对啊 就是拿国家的钱 然后而且是在做大外宣 结果 然后结果现在 对啊 这么不积极 这么拉臣 很拉臣 不会不会 呃 积极面是一回事 可是我觉得 节目其实都很有趣 因为大多数 所以拉臣 对啊 你说效果不好 有趣啊 你现在到底在讲给谁听 这就是 我们回到刚刚说的大外宣的问题啊 我们的文化 如果真的做很好 为什么就是打不出去 因为就是LotsApp 我们就是在出去的这一关卡做不到吗 我们就是在出去的关卡卡到了 管道的这些不够顺 就堵堵的 不通 不通顺 对 有巨大的文化力量 想要冲破的时候 但就卡住了 被一个魔挡住 嗯 嗯 呵呵 但那个魔 现阶段不可能改变 这个前提的话要怎么做 所以就是 嗯 要调教 嗯 呵呵呵呵 哪种调教 呵呵呵呵 没有他只是在开谎教 他在讲那时候话 完全不用管我们 我在想是教室 你刚刚的魔是哪一种魔 教证的教 还是教育的教 会不一样 蛤 教室的教 跟教育的教 不是同一个教吗 教阵的教 教对教阅 就是木头 木校 学校的校 但是他念教 好难哦 他也教 我们心中想的都只有一种而已 我们没有这么多元的思考能力 想到了 我们中文也没有这么好 这个讲完 要补充刚刚朱婉ちゃん 好啊 好啊 喔 它 13年的时候 就 时校就过了吗 然后后来16年 年底就回来台湾 跟朋友吃饭 然后现在好像是 住在庆城街那个 市值一亿一千多万的房子里面 看不要生气 看不要生气 有为者一若是哦 The motherfucker 你要找他 你现在还叫他motherfucker 他真的 这是1718年的资料啦 所以他那一千万 只是账面上拿走的吗 其实还是不知道 因为按照我对中国国民党的了解 他应该只是背那一个头的人 就是钱一定不一定是他A掉的 钱一定是上上下下 全部的人都有份 而且真正拿最多人 搞不好现在还在拿18% 我的猜想是这样 对就是他只是那一个名义上 接收了钱的人 只要对中国国民党 有稍微一点点了解的人 就会知道 这绝对是从头到尾 A到不知道多少的 说到对中国国民党的了解 我看你就是 我在找你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篇文章 你自己写的就是说 其实你小时候 是非常痛恨民进党的 不能说痛恨李登辉 痛恨李登辉 对 然后就是在算是党国教育 然后在外省家庭长大的 是没有错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形状 发生什么事 就是谢谢中国国民党的努力 真的真的 你想想看 就是我常会用一句话 就是日本殖民台湾50年 台湾人都还不想当日本人 然后呢 国民政府才来一年多 台湾人就不想当中国人了 国民党多努力啊 好努力的耶 就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耶 就像马英九是台独教父的概念 也可以这样说 对对对 就真的是谢谢中国国民党的努力 可以让我 就是很清楚的知道 中共的本质 写博士论文也有很大的帮助 你的turning point是什么 turning point 太阳花钱的一年 哦 所以比我们早一年 你记得吗 那时候发生好多事 红仲秋那时候吗 红仲秋 然后呢党针那个马王党针 然后但是马王党针跟红仲秋再往前推几个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国光石化的事件 然后 国光石化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国光石化 呃 简单说那个时候是国光石化 他们要在西海岸 我现在忘记是云林 云林附近 好像 哦 还是彰化 他们要盖那一个 那个石化厂嘛 石化厂对 然后那时候有非常多的 居民出来抗议 居民出来抗议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马典九连任完没有多久 他那时候还在顾他的形象 所以后来就有出来说 好经过大家的抗议呢 好 我们就搁置了 可是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争议的议题开始出现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包括 呃 国道收费员的卧轨案 因为ETC那时候刚 ETC 刚转给那个远东集团说他 为什么凭什么徐旭都可以拿那么多钱嘛 对不对 是 凭什么给他嘛 到现在还是给他嘛 对不对 嗯 真好 对不起 我老实说好了 就是是 马典九的第二次还有六八九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是六八九 对就是我 我深深的为此感到 忏愧 其实不用啊 我第一次也投给柯文哲 对 第一次的时候 第一次我也投给柯文哲 就是 我们总要付出代价 简单的说就这样 然后你付出代价之后 你知道自己做错了 你就要想办法去赎罪 嗯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绝大多数台湾人 可能慢慢的开始在 在那个觉醒的过程吧 然后所以从2013年开始 我就发现完全不对了 就是 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如果大家应该还记得 就是 2005年的时候是 马典九当选国民党主席 那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当选 是因为2004年的时候 联宋配失败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 319枪极其事件嘛 然后所以陈水扁连任 那2004年后 连战断了总统大梦 然后他开始把自己成为那个 中国对台湾第一品牌 变连爷爷的时候 对变连爷爷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2005年的时候 就剩下马跟王来征党主席的位置 然后那个时候 马典九身世大好 然后呢 而且我相信不是只有我被骗 马典九在台北市场的时期 每年都举办228纪念会 然后呢 我记得马典九当了国民党主席之后 就有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 对228家属道歉 哦好像 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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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一个划时代 对啊对啊 那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 就像是2004年 大家都觉得中国会变好 是一样的 就是2005年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中国国民党真的有反省了 他们真的会变成一个 脱胎换骨的政党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相信这一套 对 然后呢 2008年 我连2012年 我都投给他了 我那个时候都是 还是觉得说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嗯 对啊 是 对对对 有什么关系 对但是 但我没有 也没有 我只是没想这么多 他只是没投票而已 对我只是没投票而已 还没有投票权吗 他好像不在台湾吧 对我不在台湾啦 所以我现在都很骄傲说 哈你有投过 我可没有这样 其实我只是因为不在台湾 你只是差一点点 你再搞不好就 搞不好你现在就要赎罪了 哈哈哈哈 好 你把我秘密讲出来 OK 然后反正就是到 接下来到2014年的时候 然后 而且就我刚刚说过 我从2012年开始 写博士论文 然后那时候就是在找大量的 戒人时代的史料 我觉得那个大概是最大的转变 那个大概是比起外在的那一些 马王振振的事情 是我最大的震撼 就是我看了非常多 包括 1965年 有一个国会的解密资料 美国国会的解密资料 因为美国彻头彻尾都不相信蒋介石 所以他们其实从头到尾 对于蒋介石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然后呢 那些记载锁在国会图书馆 然后呢 预计是 那时候好像预计是30年 还是40年才能解密 所以到21世纪初的时候 一一解密出来了 我们才开始看到 蒋介石那时候到底干了多少 肮脏事 肮脏事 可怕的事 非常疯狂的事 你印象最深的是 1965年的国光计划 那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点 简单的说 1949年老蒋丢掉大陆 1950年老蒋复刑逝世 就是他重新把权力掌握回来 因为原本是李宗仁副总统 那老蒋从复刑逝世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放弃 要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有几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 制空跟制海能力 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军完全没有问题 1949年建政以来 一直到1960年为止 中共完全没有发展海军跟空军的能力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制海跟制空 是完全优胜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维持非常大量的陆军的兵源 因为你打进去登陆完 登陆完之后 你就是要把大量的陆军送过去 所以那个时候 台湾每年都有40万的兵力 总兵力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唯一所有的技术 只差在一个关键的任务 就是登陆 登陆作战 那登陆作战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抢救雷恩大兵》这部电影 诺曼蒂 诺曼蒂登陆 对 登陆 我们刚刚前面说过 你要有制空权 你要有制海权 之后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把人从运兵船 已经走不动的地方 送上沙滩 然后呢 在敌军的那个机枪的扫射之下 你要能够把人挺进到 第一排去建立摊头堡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 那就是要死人 那基本上就是把人送去送死 那所以在那边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技术 就是是我们的登陆船 因为其实老蒋 大多数的兵力的结构 仍然是用二战时期 美国军过来的那些技术 所以那时候 其实他们的橡皮登陆艇的 技术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 在1965年 中华民国最后一次的 大型的登陆抢摊作战的演习当中 所有的登陆艇 在老蒋的那个阅兵台的面前 全部翻覆 现在应该可以找得到 1965年国光计划 有看到 全部翻覆 全部死光 里面运兵船里面的国军 全部死光 Holy shit 这真的 只是演习就死掉 死光 死光 而且死了几百人 在老蒋的面前 翻覆 沉下去死掉 里面就全部拜拜 就是全部里面 Oh my God 1965年 1965年 美国他们一直都在监视台湾 所以他们都知道 发生所有的事情 可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完全没有人知道 我到小学四年级还在写 我们要反攻大陆 我的作文都还在写反攻大陆 其实我们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 1965年就确定反攻无望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老蒋什么时候开始 把台北市建设成一个小南京 1966年开始 开始做梦了吗 开始 因为他知道打不回去了 对 他开始把台北弄得舒服一点 我当不成中原皇帝 我把这里变中原 土皇帝 土皇帝 难怪到处就开始有行功 对不对 开始有行功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阳明山的草山行馆啦 然后呢 士林关底啦 然后呢 自乐团的 把城门全部改成北方城楼市啦 对 然后呢 盖国父纪念馆啦 然后文化大学啊 然后或者是南海之乐 喷的到时候都死 可以这样说 没错 大概说 用初野的话来说就是这样 对不起 我初野 我们就是个初野的节目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这个话题 我忘记了 就是最糟糕的那个 最糟糕解密里面 你turning point 然后你看到那些解密资料 最糟糕的就是这件事 对 不只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看的是白色恐怖的史料 那真的是非常恐怖 当然 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 他那个时候因为怀疑有人是匪谍 然后呢 为了要逼他招供 把他的老婆抓来 下体全裸 然后呢 逼他走麻绳 大家知道走麻绳的意思吗 不知道 就是 就是 麻绳很粗你知道吗 他会掉下去这样 就是我就在一个房间里面 把麻绳绑得很高 然后呢 就麻绳要摩擦他的下体这样 是 你只能靠下体撑住 然后要你走完 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种种的逼供的其中一种 但是非常恐怖 然后包括 228时候的那个清香 那个非常的惨 像是那个 现在的 辅台阶洋楼 那在228前的时候呢 是当时的一个报社 然后呢 那个报社的总编辑 当时是直接在后车站 就是直接被21师直接枪毙 然后呢枪毙之后呢 就倒在台北车站的后车站的月台 三天没有人敢收尸 嗯 对 就是那个 那个都是 那个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当然 就是 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说 转型正义这件事这么重要 因为大家都不去正视那一些历史 然后看到就说 啊 你要原谅 你要放下 我觉得大家要先了解啦 对 你连凶手都找不到 你在那边跟我说 你要原谅放下 光是那个台铁杀警案 就一大堆人说 怕死 怕死 怕他死 连这件事情都可以叫他们去死刑了 结果遇到这种228的事情 大家就说 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 有人会说 那时候外省人死很多啊 对 我小时候就是听这种版本长大 对嘛 对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听到的都是 又是一样是个大内宣版本 就是说 在228刚发生的时候 很多外省人 然后被本省人 辟护 对啊 辟护 然后所以呢 后来那些外省人也保护 保护那些本省人 然后说 哇 这是很感人的事情 然后或者说 外省人一开始有被打得非常的凶啊 然后莫里想要怎样这样 是没有错外省人是有被打 可是问题是 我们今天的 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把它处理成省级问题 那它从来就不是省级问题 它从来就是 中国国民党的问题 整个228事件也好 整个白色恐怖事件也好 外省人的死伤者 死难者 政治犯 完全不亚于本省人 大家都是被这个政权害死的 可是呢 现在只要用一个省级的方式来动员 就会自然会有很多的 因为省级的理由 而去捍卫他 而去辩护他 我觉得这个才是 最阴险 最卑鄙 最下座的一个做法 好 如果有机会让你可以对 蒋介石问一个问题 你会问什么 我不会问他问题耶 我会 你会想要对他讲什么 先把他做掉 就想杀他 他已经死了 好 那问一个伦理问题 如果你今天 可以time travel 你看到baby时候的蒋介石 你会把他杀掉 当然是先做掉 但是我也不会诞生 但没有关系 就是没有蒋介石 我爸就不会来台湾 我爸不会来台湾 就不会遇见我妈 就不会生下我 但没有关系 你觉得可以救很多人 如果你们大家有机会 Google一下 花园口 花园口 他就杀了自己一堆人 对 几十万人 几十万人 中国人 因为日军那时候要打长沙 然后呢 所以他们就直接在花园口 弄到 焦土政策 是焦土政策 就直接把他弄到绝地 然后连日军 日本都发声明 跟联合发声明说 实在是惨绝人寰 他们很傻眼 对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惨绝人寰 直接淹死数十万人 这是蒋介石 所以 28算什么 有一种论述 我也很常听到 就是说 要不是蒋介石 保卫台湾 台湾现在早就是共产党了 这种论述我超常看到的 现在还在有人讲 要不是蒋介石 我们在旧金山合约当中 应该会是一个 由公民自决 而决定台湾人全途的方式 不会是由中华民国代管 我们会有完完全全不同的 的可能性跟方向 对啊 所以你就是看了这么多史实跟历史 跟解灭资料以后 你就说 fuck them嘛 你的心是自己这样对他 你要怎么 没有 因为那时候算是价值观要崩坏 那又要重建 那你怎么样 能够做到重建这件事 因为真的很难 我要走的路很清楚 就是我们要走到新国家 新国家有非常多要做的事情 而且我 我不是唯一想要这样做的人 但是我跟很多人闹翻过 我跟很多人闹翻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很多人他们决定要走的是 流血路线 那我不想要这样做 所以我选择不流血路线 但是不流血路线的 很实际你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你需要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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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去沟通 而且我 我从来就不是台派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从来 我母语不是台语 我学台语 学得哩哩哩哩哩 就是我 我认同台湾 但是我就不是台派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知道 我以为认同台湾的人就算台派 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台派耶 可是坦白说 台派不认为我们是台派 不一定台派其实有很多种啦 台派有很多种 有些台派就觉得我 有好的跟坏的吗 我就是外省 外省英纳 我就不是台派 所以 等一下你是 你跟那些 你年代的那些人讲话才会 接受到这种咨询吗 我觉得是 网路嘛 网路其实你 我就要把脸书的app删掉 我觉得你删掉脸书就没事了 我认真的 你删掉脸书以后 你就觉得 我是台派 像我一样 我删掉以后说 我好像满台的 你们应该也被攻击过 当然 整天 整天 常常 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我们懂你的意思 对只是 我觉得多元社会 反正就很多种声音啦 可是我们想要走的方向 我觉得不会差太多 对吧 大家对台湾的未来的期许 应该都是一样 我觉得我的定位 我自己慢慢发展出来的定位是 我要沟通的对象 其实不是那些 已经认同台湾的人 他们已经认同了 没有需要我 我要认同的是那些 689万 可以这样说 没有啦 现在那已经 才选韩国瑜的多少 500多 500多 你看奴隶 你已经少100万了 对啊 你只剩下100万 可是我觉得525 我好像也没办法 你就把 央广人的讯号 转回来 对啊 不要再 往那里打了 不要往那边打 我真的觉得往那边打 真的是 浪费 我这样说好了 蔡英文 蔡英文是 这次是800多 800多 然后对 817 对525 对不对 但是那个817 对525当中 等于是他有 300万的那个落差 那个300万的落差 他们不是投给民进党的 他们是投给蔡英文的 当然 下一次蔡英文不是总统候选人了 那他们就会回去了 嗯 我对话的对象是那些人 哦你说中间选民 是中间 是中间那些人 是这一次给民进党一个机会看看 但是过去没有意外 一定是会拦得推出谁 他们就会偷拦的那些人 这些人在投给柯文哲 是 这是我的挑战 对啊 对 因为我觉得柯文哲 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 他其实就抓到中间选民 对啊 中间选民在意的点 是 对啊 那这也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得想办法 是 处理的问题啊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一边走一边看吧 就是我还是觉得 我们是有机会的 而且 这个是后来我不管是去哪里 都会反复说的 就是这十年很重要 从今年开始的 这接下来十年很重要 我们要建立新国家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们一直都没有做 然后呢 这件事情不做 新国家永远不会诞生 就是我们要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文化叙事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酝酿很久了 差不多开始了 要做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 还没开始实现 等下我不太懂 什么叫主体文化叙事 是什么 好 我们的文化是家法的文化 所以一把亲是我们的文化 但是一把亲的叙事的主体是 被迫来到台湾做客的人 那被迫来到台湾做客的人 算不算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是一个 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的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 当然现在台湾的状况 就是台湾的文化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元素 可是在建立台湾认同的时候 有一些文化就会被强调 要被要被排除 要被秉除才能建立 可是这些人 他们其实也应该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非常混乱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台湾的文化永远不能是减法 减法减一减就会变成法西斯 简单说就这样 法西斯都是从减法开始的 就是一开始是 同性恋者 你不能当我们的国民 犹太人 你不能当我们的国民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什么 犹太人 到最后没有人了 这就是法西斯 简单说就这样 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 从家法这件事情开始做起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被骂了 我觉得你可以把脸书APP删掉了 对啊 这是我们的vegan理论啊 对啊 所以我们有一个vegan理论 我想听我想听 就是你知道很多吃比较极端vegan的人 就会觉得说 哦你可能今天有喝牛奶 你不是vegan 哦对对对 然后你吃起司 你不是vegan 那我们的理论说 今天你少吃一口肉 我就觉得你开始往vegan的路上走了 哦 这很棒 这很棒 所以我今天少这一口肉 对 你今天只吃两三条鸡胸肉 我只吃一片鸡胸肉 不是两片 剩下都是菜 对 我没有吃蛋 嗯 有我有帮你加蛋 啊靠 半颗 半颗而已 对不对 不过其实今天真的很高兴请到李律来 因为我觉得你说故事的方式 其实可以吸引到非常多人 真的 因为我们我们两个做再多节目 你说什么我们很多听众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像你这样讲故事 对 期待你开自己的podcast 对啊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 我们知道你的故事 我们大概只讲到100%吧 希望之后还有机会找你来 对啊 想要找你来聊天 对啊 而且我们原本设定的主题完全没聊到 完全没有聊到啊 我根本没拿手机起来看 不只聊一个我自己的问题而已 对啊 根本没有啊 对我们就只是礼貌性 我们仿刚就是给一个尊重 下次章云来就不用给仿刚啦 因为剩下的那几题还可以继续用 对啊 没有我觉得刚听他讲历史就 手边就开心了 对啊 这都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对啊 希望大家喜欢 那其实还有很多故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欢迎 好 李律有书 嗯 或者是杨广 现在还听不到 在网路上看得到 呃 杨广就是只要用URL复制 就可以进到Podcast 你们改一下啦 拜托那个 那个要跟大哥 浪费 要跟那个技术部的大哥讲 不然你就自己做 你自己做 我技术白痴啊 你来我们这边用啊 你要来我们这边用 我认真的啊 认真的啊 我们这边收了很多识课 我跟你说 对啊 让我们这边用 真的 因为我们觉得好的平台 做出更好的内容 就可以有发生对话的可能性 这就是我们的大外宣的方式 对 这是我们的方式 谢谢 欢迎你来参与 感谢 我们东西真的蛮好的 有看到 我今天光看到那个就傻眼 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层在楼下 对 Oh my god OK好 那虽然这样讲很不礼貌 但你们真的已经硬体上面是狂声一样 我们知道 好谢谢李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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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